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已经提拔一些最忠诚 也最好斗的官员组成新的外交团队 其中包括现任驻美大使秦刚 以及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预料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战狼外交 报道指出现年56岁的秦刚 自2021年7月起任中国驻美大使 此前秦刚从没有担任过大使的职位 也没有做过任何与美国事务直接相关的职务 秦刚在中共二十大晋升为中共中央委员 是明年出任中国外交部的最热门人选 他一向以维护中国利益 发表锐利言词而闻名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秦刚在刚担任负责中欧关系的副外长期间 在北京欧洲外交官都知道 他坚持要符合习近平政策的强硬立场 出任驻美大使以来 秦刚与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等知名商界领袖 会晤时也曾发表强硬的言辞 对中方认为的美方挑衅行为进行了积极的反击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会议纪要的副本展示 秦刚在今年稍早一次商界代表的聚会上 警告美国不得插手台湾议题 并重申习近平不承认放弃武力统一的立场 以及美国正在走下坡路 而中国的全球实力正在上升 王毅则在中共二十大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预料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杨洁虎 出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报道形容王毅曾被认为是彬彬有礼的外交官 不过在2013年出任外交部长后变得更加强硬 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言辞激烈 报道指出秦刚和王毅都是习近平主战 前世外交的主要代表人物 习的愿景是让中国崛起 不妥协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随着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任期 并安排相关的外交职位 多位专家都认为 这表明中国仍会采取对美国对立的态度 无惧日益增加的紧张局势 据了解习近平主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 要有斗争精神 并批评一些外交官崇美 习近平要求外交官员要信奉咄咄逼人的战狼精神 习近平的外交人士人民也有助于把外交决策 集中在党内最高层 外交部将逐渐减少对习近平决策的影响 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执行上 而且是要比以前更有效率的积极的执行 报道指出中国外交官曾经以微妙和灵巧的专业技能 在国外备受赞誉 但习近平却认为他们缺乏热忱 通过整改中国外交部夺取对外交政策的控制权 让更多外部人士进入外交部 并授权其他党政部门协助制定中国外交议程 据知情人士透露 近年由于习近平掌管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 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已经成为外交事务的主要决策机构 习近平开始亲自参与一些关键外交职位的人士人民 弱化了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职能 报道指出习近平把一些有资深外交背景的官员 提拔为中央委员 成为高级外交职位的后备人选 包括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海兴 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 两人都曾在外交部以外任职 符合习近平喜欢的 有更广泛的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才 来强化外交团队 你再来亚关键 特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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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对